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虾米 哈喽大家好我是花花 那之前虾米不是说一直想去这个任天堂主题乐园吗 但是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但是我想到这个办法 来这个送给你 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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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之后你就 搞什么东西啊 既然你都这样了是吧 这送给你啊 这个这个 这个我知道 戴上之后可以变成哭巴唧 你之前我的那个道具吗对不对 少说废话 为什么你 这个画风不能说是那眼睛 只能说是没眼看 只能说是眼睛没了 你看一个水管公一个是公主 对不对 今天这身造型的必然和马里奥有关了 是的没有错 今天呢我们就来他这个 这个 乐高系列的马里奥六四问号方法啦 那一个是乐高啊 一个是任天堂 这个地球上面最会赚钱的两家公司啊 合在一起就很恐怖 你看像我老婆他这个不怎么玩游戏的人呢 他马里奥奥特塞和3D世界团都快全收集了 你感心 那作为一个几十年的经典IT啊 马里奥这个系列呢简直可以说是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收割季 那或者这样一个心情呢我们要玩这一套乐高感觉还是很有情怀的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乐高马里奥的场景系列以及这个边上这个NES红白机系列 那他们两个之间呢也都是可以联动的 那这一次呢就叫做问号方块啊 我觉得这个刀具这个造型已经对于玩家来说熟悉不能再熟悉了 这简简单单一个问号里面约含了多少玩家的期待呢 那如果是你 你最想在这个问号里面顶出一个什么道具呢 那之前呢我们一口气拼完了千年笋 这次还是来样子 一口气把这个拼完 嗯 我觉得你穿成这个样子还是很有加成的好不好 不要这样呢 你拼完了把旁边的红白机送你好不好 拼拼拼 那作为第一个3D化的马里奥游戏啊 马里奥64至今已经有25个联头了 那这次乐高的问号方块也配有种纪念意义啊 这个几乎出现在所有马里奥游戏的问号方块 有没有让你回忆起童年呢 这次不光是体验拼装的过程 在全部组装好之后还能继续延伸玩法 翻开上面的联动盖板之后 就可以展开游戏中几处经典场景啦 桃花公主城堡 炸弹兵战场 冰冰冷冷山 以及火炎炮泡乐园 里面还搭配了9款超迷你小人仔 造型可以说是十分抽象 但是你高低认得出来 这个就是设计师的功力 城堡的正面可以打开 里面是对三个世界的画框 跳进去后就可以传送出来 这个和游戏米的机制是一样的 城堡自动弹起依靠两个皮筋驱动 再翻开左右两侧之后 就会自己弹起来 而问号方块的正面盖板 也是通过皮筋来进行驱动的 主题好场景就可以直接收拈进方块中 而且这个问号方块还包含了一个隐藏的玩法 滑开外盒后可以发现里面的库巴 按下紫色按钮就可以弹出暗仓 打开之后把玛丽奥放在中间 然后把库巴勾在上面 还原出六四玛丽奥打败库巴的方式 游戏里的还原度做得非常棒 那把这种游戏场景 要做在封块的这种形式呢 打开之后 就会有一种肥有洞天的感觉 所以说玩这一套乐高时候的这个体验呢 就让我想到了玩玛丽奥时的心情 哪里就能够呼应上了 另外两款呢 就是乐高最早的玛丽奥长颖系列了 和AS的后外期两款 那首先就是这个玛丽奥小人仔 装上两阶7号电池之后就可以激活 眼睛和肚子上都是LED的显示屏 马上就露起来了 底下呢感应器可以正巴紧地感应到角色的状态 比如呢走路或者跳跃又或者是三年大跳 音效呢也会不一样的 场景里的颜色包括特殊的芯片 都可以在脚底的感应器互动 就比如绿色是草地 蓝色是水面 红色呢就是岩浆 像板栗仔小木霸或者是方块这些旋转地台 都可以把玛丽奥放上去 旋转的时候可以吃到硬币 要是不小心摔下来 玛丽奥还会被摔硬啊 这个糊涂简直了 最后就是NES红白机了 不过对于我们这位人来说呢 估计全都是小霸王啊 不过那个时候呢 有大户人家里面还是有一台FC的 当然主机这个东西呢不一定全球统一 但游戏绝对是全球统一 大坨电视加上红白机 简单的两个电器就能拼凑出 不少人的童年标记 这个时候马利奥第一关的音乐 谁不会横上两段呢 我们把电视机上面的盖板取下来之后呢 把马利奥人载放到上面的感应芯片上 摇动侧面的曲柄就可以开始玩了 用手柄来操作 不过这种在乐高上面玩马利奥的感觉也是没谁了 那像NES这个舱杆呢 包括按压式的卡带插吧 都给完美的还原了出来 那各位插卡的时候 有没有对着里面吹一口气呢 这叫什么 这就叫仪式感 而边缘处的盖板也可以打开 里面有一个简易的马利奥场景 非常的精美 好啦那这一期的乐高马利奥套装就分享到这里 这一期中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呢 我肯定是更喜欢这一次这个问号方块 那毕竟马利奥64呢 在游戏历史上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款 嗯 况且这一款乐高呢 也是很好的把这个游戏里面 这些经典元素给还原出来嘛 嗯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呢 就是情怀之妈妈 你们啊 特别呢是你家里来的客人 看到这个方块呢 都会惹不住想去打开看看 这个问号呢 就非常灵性了是吧 而想体验体验同趣 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质疑的 皮型体验嘛 对不对 我们上一次品德高毕竟是个七千多个零件的千年笋嘛 所以说这一次呢 属实就是小屏怡情 还好还好啦 那这句分享呢就到这里 我是马鸟小虾米 我是碧琪公主花花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see you later